原因就是遗传 很多家族的人都会有骨质疏松 这样子我们更加要注意去做好预防 做好检查 其他方面包括了药物 什么药物会造成骨质疏松呢 最常见的就是肋部损 它会导致骨质疏松 所以有用类固醇的药的病人 一定要做好预防和检查 其他的药物包括了一些 好像吸血的药 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像 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发炎状况的药 还有其他的就是精神上的药包括了一些 发炎掉的药也是会的 其他方面包括了抽烟喝酒 饮食不均衡 荷尔蒙的不平衡 发炎的状况都是会影响 所以我们要经常摄取抗氧化的食物 来减低发炎 因为氧化的作用 都会导致骨骼疏松症 这样我们要如何的去预防 这个骨骼疏松症呢 当然OK 当我们有发现到我们的骨骼 开始疏松的时候 还没有到达那个骨质疏松症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又就要做好预防 OK 因为骨质的产生骨骼的那个就是生长 OK 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要做好预防 包括了我们要吃那个钙片 维他命D 这个就是要长期的 不是说就是我就是有时吃 有时不用吃 或者吃一段时间 这些都是要长期的吃来做好预防 当然这个是需要通过检查过后 有这样子的骨骼疏松症的预兆才吃 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预兆 或者是没有其他的风险 就不要随便的去吃 因为过量的那个开片 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可能会造成那个生食的风险 其他的预防包括均衡的饮食 定期的运动 少喝烟洗 少吸烟 少喝酒 如果是有骨骼疏松症的风险的话 尽量尤其是老人家 尽量小心要做好一些跌倒 OK的一些措施 预防跌倒的措施 在家里做好预防跌倒的措施 因为一跌倒的话 他就会容易的骨折 或者是骨验的状况 造成 这样子 我们要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预防之外 我们还要做检查 谁应该去做检查呢 OK 包括了65岁的所有女性 65岁以上的所有女性 就最好去做每一年 或者是每两年 OK 都去做一个 五格的输送症的检查 OK 其他的包括了年轻的一些人 如果有年轻的一些女性 有其他的风险 包括了有吃肋骨顺的药 或者是有遗传之类的 都要去做一些骨验输送症的检查 OK 或者经常出现骨折的女性 也是妇女 都是要去做一些检查 或者是磁性急速不足的女性 也是要去做检查 长期有使用类不存 就超过三个月的使用的话 也是要去做检查 有夹状腺功能 OK 出现问题的人 也是要去做检查 然后 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OK 因为骨验输送症的话 只有做好预防 OK 才可以避免 这个骨验输送症的产生 当我们做检查的时候 大家做一个参考 它会出现这个词 叫做T-score 如果T-score是在于 负1到正 它是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当那个T-score 在负1至负2.5的话 这样子就是要 就是要开始 有可能 是骨验输送症的前期 当负2.5至负4的时候 这样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 输送症了 这个就是要用药了 讲到药的话 有什么药 我们是可以去使用 OK 简单来说 是有两个大类的药 OK 第一类的就是 它可以增加 增加那个骨骼的产生的药类 叫做Perry Paratype OK 这个药它可以增加 增快那个骨骼的增加 OK 第二类的药 就是减少骨骼的消耗 OK 减少骨骼的消耗 包括了一些荷膜 一些脊素 还有一些 比较常见的 这个阿伦瓶酸 Bisphosphonate OK 这个比较多人 使用的 也比较常见的 就是在骨骼输送症的 病人使用的一些药 当然这些药 都是一些 帮助 预防和减少 骨骼的消耗的药 所以它可以帮助骨骼输送症 当然这些药 不可以自己去使用 这些药都是要 经过医生 钻科医生 各方各面的去检查过后 适合才可以去使用 OK 来 所以 骨骼输送症 它都是 是非常的重要的 OK 有关系到 骨骼输送症的话 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 肌肉的质量 OK 肌肉质量 有间接和直接的 影响到 骨骼输送症 OK 之后来 我们来看一下 肌肉的质量 当一个 每一个人在65岁过后 OK 除了会出现骨骼输送症之外 可能会出现 肌肉输送症之外 它也是会出现 有可能肌肉流失 或多或少 大概你可以看 跟着年龄的增长 OK 那个肌肉流失的 8% 介于8%至27% 每个人不一样 看我们摄取蛋白质的情况 而定 OK 这个都是一个 老化的一个症照来的 OK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所以 当我们要预防的话 OK 要怎么去预防呢 OK 我们先 不好意思 我们先看看 一些肌肉流失的 迹象的 一个症状 OK 包括了 能量不足 就是容易累 OK 行走速度缓慢 力量下降 OK 肺故意 然后体重下降 疲劳虚弱 这个就是 很多可能老年人 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 因为我老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有这样子的症状 所以是很正常 其实 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 我们要找到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肌肉流 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 OK 要非常地注意 这个情况 OK 当我们 有 这个 就是 力量不足 容易不足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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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这就是肌肉流失的 严重 当我们 要怎样去 预防 这个肌肉流失的 严重呢 来 我们要先了解 什么东西 会造成 肌肉流失 包括了 营养 不良 就是 那个 蛋白质 摄取的 不够 维他命D 蛋白质 摄取的 不够 它都会影响到肌肉流失 荷尔蒙的 变化 OK 当然年纪大了 荷尔蒙可能 它都会 减少 男性的话 男性荷尔蒙会减少 女性的话 更年纪过后 女性荷尔蒙会减少 OK 它都会影响到 肌肉的 流失 然后 包括这个 线粒体的 功能减少 So 当 年纪大的 线粒体的 功能 会减少 这样子我们 就要摄取 比较多的 辅媒Q10 来增加 这个线粒体的 功能 可能在 之前的 一些 讲座 有分享到 这个辅媒Q10 大家可以去 看一下 神经功能的 减少 这个辅媒Q10 也是可以帮助 神经功能 然后包括 细胞的 功能的 减少 OK 细胞功能的 减少的话 我们要吃 很多抗氧化的 东西 来帮助 细胞的 功能 帮助 这个 慢性发炎 的功能 OK 慢性发炎的功能 可能我们要吃 一些 抗发炎的 一些保健品 包括 姜黄素 包括一些 就是 Bosfilia 那个 那个 什么 翻译成 那个 等一下再找 我一下子忘记了 减少生活上的 因素 包括了 那个 吸烟 或者肥胖 这类的 的问题 当肌肉 这个 肌肉 的健康下降的时候 肌肉减少的 太过 就是 多的时候 它会造成 一个疾病 叫做 肌肉减少症 可能 比较少 人会去 注意到 这个的 当这个 肌肉减少症 发生的时候 可能它会 造成 其他的 疾病 包括了 就是 能量的减少 包括了 那个胰岛素的 平衡 包括了 就是 残疾的 风险 甚至会有 死亡的 风险 这个肌肉减少 生势 其实是 我们是需要 去注意的 它会造成 其他方面的 疾病的 影响 OK 当然还有 其他方面的 疾病 来 要 怎样 增加 这个肌肉 的 设计 肌肉的 那个 功能 当然 我们要 吃一些 蛋白 粉 或者是 蛋白质 的吸收 如果有 吃素的人 可以 去 摄取一些 豆类 或者是 糙米 类的 蛋白 如果没有 吃素的话 可以 摄取一些 乳清 或者是 绕蛋白 或者是 鸡蛋 蛋白 的 一些 摄取 OK 这里 大概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 不同 蛋白质 的一些 不同 基本上 这些 不同种类的 蛋白 它们 都有一些 都大致上 它们的 那些 可以提供的 蛋白的 分量 都是 大致上 都是一样 它不同在于 吃素和 不吃素的人 或者是 有乳糖 和没有乳糖 不耐症的人 所 所需要选择的 不同种类的 蛋白 如果有乳糖 不耐症的话 就可以 可以是 选择一些 豆类蛋白 或者是 糙米类蛋白 OK 如果 没有乳糖 不耐症的话 都可以 摄取一些 奶制的 蛋白 OK 当然奶制的 蛋白 就是 可以选择 这个乳清蛋白 会比较容易 被吸收 但是乳清蛋白 可能 它就 比较的 就是 比较 昂贵一点 OK 但是它就 比较好吸收 OK 这个是它 大致上的 分别 当一个人 当 你 你觉得 你怀疑自己 有这个 肌肉流失的 一些状况的时候 OK 我们可以 摄取 1-1.5克的 蛋白质 每一个 每公斤 看 个人 个人 每一个人的 体重 不一样 就是 假设 你的体重 是70kg 的话 这样子 你就是 每一天 要吸收 70g的 蛋白质 每天 要吸收 70g的 蛋白质 OK 来保持 身体的 那个 蛋白质 的摄取 其他方面 也是可以 帮助了 蛋白质 的增加 包括了 做运动 当做运动的时候 他会 增加我们 蛋白质 的吸收 也是 这个都是 要去 注意的 可能 这一堂课 蛋白质 的吸收 更详细的 可能 可以请教 那个 营养师 或者是 Nutritionist OK 他们会 更了解 怎样去 更好 吸收 这个蛋白质 好 今天我的分享 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 Zensen老师 今天给我们 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大家 就是能够 更清楚的 来了解 我们的 骨质疏松 还有这个 肌肉流失的课题 好 那我们 11月的 这个 我们11月的 11月12月的 这个 课程 开始 这个学期 开始展开 欢迎大家 就是积极的 来报名 呼喷游 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 每个星期一 我们有 这个普拉提的 锻炼 我们有 国际认证的 这个 国际认证的 老师 来给我们 上课 有国配 卷老师 那我们 在这个 星期二 我们会 有这个 绿色 生活概念 推广 王美玲 老师 来给我们 带领 我们做 环保 编织 大家只要 把家里的 这个塑料袋 整理一下 然后就可以 变出 漂亮的 袋子 好 那星期三 我们 继续会有 我们的 营养保健课 曾圣老师 会继续 跟我们在一起 那我们 也会有 DIY 美颜课 我们的 哈达瑜伽老师 翠玲老师 也是一个 非常资深的 美容老师 那他也会来 带领我们 怎么样的 来制作 DIY 制作 面膜 磨砂霜 等等的 这个部分 欢迎大家 一起来参与 那星期四 我们继续 跟着 阿宾老师 来继续 关注我们的 八字命理的部分 那星期 这个 11月的星期四 我们学习 八字命理 12月呢 我们就进入 美森老师 带领我们 用疗愈 艺术的方式 去回顾 我们被遗忘的历史 那星期五呢 我们会有 就是 赖医生 减脂艺术老师 带领我们减脂 我们要好好的来 迎接我们的过年了 然后星期六呢 我们继续 是关注我们 大家的健康养生的部分 那所以 欢迎欢迎 我们各界朋友 老爸老妈 阿公阿嬷 还有我们成年孩子 为我们的老人家 来报名 参加这个公益平台 那让我们的老人家呢 能够每天 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着大家一起来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优雅到老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结束之前 再一次谢谢 新周日报 伊斯利的联合直播 谢谢 新纪元乐林 管理学院的联合直播 也谢谢很多朋友的 这个转发分享 非常感谢 那希望呢 大家还可以继续 呼朋唤友 让我们这个500人的平台 可以座满人 大家一起来快乐学习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 这么讲的交流时光 请不吝点赞